Fimura是一款非常适合于新手去使用的影片剪輯軟體 在它的最新版本Fimura 13裡面 添加了很多實用的AI功能 會讓整體的剪輯流程更加的高效還有簡單 這期影片我會告訴你 在最新的Fimura裡面 8個非常好用的AI功能 我是Greyson 這頻道就是關於YouTube頻道運營 流量變現以及網路傳染內容 我們每週會分享三部影片 學到要記得不用我頻道 如果你是剪輯新手 你可以通過影片下方鏈接 去免費的領取高效影片剪輯攻略 你會告訴你很多實用的技巧 去幫助你提升剪輯的效率 你可以通過影片下方鏈接 去進入到Fimura首頁上面 Fimura是適用於Windows還有Mac系統的 並且Fimura是可以讓你去免費的試用的 但是免費的版本它導出是會有隨應的 並且有一些功能在免費的版本裡面會有些限制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 你可以免費的去試用Fimura 而且這個免費的試用期是無限的 如果你真的覺得Fimura是適合你使用的 你就可以升級成付費的版本 選擇第一個AI功能叫AEI 克隆音色 現在我打開了Fimura了 並且我導入了影片的素材 想去開啟克隆音色的功能 需要首先導入一段文字 這裡面有選擇文字選項 然後選擇快速文字 然後在右邊找到文字轉移語音 這裡面有個語音複製的功能 然後我可以選擇這個複製語音 這裡面它會有一個許可政策 它會要求你特此確認本人擁有擅長和複製語音的所有必要的權限或同意 然後你要確定不會將Wondershare產生的內容 進行非法的、詐騙的、或者是有害的目的 然後你同意軟體的隱私權原則 這裡面選擇同意 然後這裡面它會有一段英文讓你去朗讀 然後你可以選擇這個點擊即可錄製 這裡錄製完之後可以為語音機命名 然後選擇導出的設備 然後這邊選擇免費使用 現在就產生了我自己的語音了 可以來聽一下 Liv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 這邊可以聽到 是有明顯帶我音色的 然後在這邊我可以添加一下我的文字 然後我選擇我的音色 這邊選擇產生 去看一下它具體的效果 這邊已經產生好我的音頻了 可以來聽一下 Filmora是非常適合新手使用的影片剪輯軟體 在它最新版本Filmora 13D 添加了非常多的AI功能 試得整個剪輯流程更加高效和簡單 聽完之後你會覺得 這個還是很像外國人在讀中文的聲音 可能現在Filmora這版本 是比較適合於使用英文去描述的 但是還是能夠聽到 這個聲音是帶我自己的特色的 下一個Filmora的AI功能叫 文字剪輯 比如說現在我導入一段我剛剛錄製完的影片 是沒有經過任何的剪輯的 那麼假如說我想快速的出剪 我就可以使用Filmora的文字剪輯功能 我可以右擊 然後選這個智慧編輯工具 這邊有一個AI文字型剪輯 然後你需要首先選擇 與檔案語言相符的轉換語言 這邊會有不同的語言你可以選擇 比如說我就可以選擇中文臺灣 然後選擇好 現在可以看到Filmora就幫助我 把音頻去翻譯成文字了 我們如果使用這個功能去剪輯呢 你首先可以看到 這裡面有很多綠色的框 這些框都是我沒有說話的時候停頓的聲音 你可以直接選擇這個刪除所有無聲短片 你就可以看到當我把鼠標移動到這個按鍵上面的時候 這些所有綠色的框都被標注起來了 你可以直接完全刪除 現在是有停頓的地方你都可以刪除掉 然後你就可以根據這些文字去進行刪除 比如說你想把這句話去刪除掉 當我去把這句話去標出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底下的這個畫面也被標出來了 你可以直接按住鍵盤上面delet鍵 就可以刪除掉剛才那個片段了 然後底下這句話如果想要去刪除掉的話 也是能夠去選擇的 然後刪除掉 你就可以看到現在Filmora可以幫你非常快速的 根據這些文字去進行影片的剪輯 你可以在上面去輸入你想要去搜索的內容 這邊你可以選擇進行播放 然後可以調節畫面大小 在你所有的編輯完之後 可以選這個導出自行線線 下一功能是AI音樂功能 我可以首先選擇音頻 然後這邊選擇AI音樂 如果你的賬戶裡面之前已經創建過AI音樂了 這上面會有保存你過去30天所產生的紀錄 想要去產生AI的音樂 你需要選擇三個選項 第一個就是氛圍 這邊會有不同的氛圍關鍵詞 比如說快樂、悲傷、多愁善感、充滿希望 但是你每一次只能夠選擇一個關鍵詞 比如說我選擇快樂了 那我就不能夠再選擇生氣了 你只能夠選擇一個關鍵字 然後就主題 這裡面也會有不同的主題關鍵字 比如說你可以選擇運動 然後再選擇流派 這邊會有不同流派你可以選擇 比如說可以選擇電子舞曲 這樣子的話 三個類別選擇三個關鍵字 然後這邊可以選擇設定 你可以選擇音樂的節奏 有低、一般、還有高 然後可以選擇音樂的時長 再可以選擇你所要產生的音樂數量 最小為一首 最高為六首 這邊給大家聽一下我之前所產生的AI音樂 你能感受到這樣的音樂還是非常好聽的 是非常適合語句交流到影片裡面的 下一個AI功能叫AI的音頻延伸 這其實在我們製作影片的時候是非常實用的 可能很多時候我們會遇到 我們想要去在影片裡面加入一段音樂 但是音樂的時長並不能夠滿足我們影片的時長 那這個時候如果想要去把整段的音樂 去覆蓋到我們整部影片裡面怎麼辦呢 我們就可以使用這個AI的音頻延展 像我導入了一段影片 然後導入了一段音樂 我音樂的時長是比較短的 我可以首先選擇這段音樂 然後可以選擇這個音訊重組 選擇完之後我可以直接把它拖拖 拖拖到我想要的長度 比如說拖拖到和我這段影片同樣的長度 現在就在拉伸了 你可以看到我整段的音樂 都被拉伸成和我影片一樣的長度了 我們可以來做一下比較 我可以首先先聽一下前段部分的音樂片段 這是原本的音樂片段 它的音樂是這樣子的 再聽一下之後的延展部分的音樂片段 你可以感覺到簡直就是一首音樂 沒有任何的差別 所以這個功能是非常好用的 下一個AI功能叫Fimura Copilot 它是一個在Fimura界面裡面的助理功能 你可以到這邊去找到這個Copilot功能 像我打開了這個功能了 它等於是在你剪輯的時候一個小助手 你是可以問它任何的問題的 比如這邊它展示一些問題的事例 比如說什麼是Fimura 這邊它就給你具體的答案 然後你可以選擇了解更多 或者是我可以直接讓它去幫我生成一幅 美麗的風景圖片 然後它就告訴我可以使用AI image 這邊我就打開了AI image 然後可以在這邊去輸入我想要的描述 選擇我想要的風格 就可以讓它去幫我生成圖片了 或者我再問一個問題 我在這邊打到如何添加轉場 這邊選擇詢問AI 這邊它有一些文字的解釋 然後可以選擇這個add transitions 然後底下會有一些轉場的選項供應選擇 我可以點這個播放 就可以看到會展示出這樣的樣子 我可以再選擇這個去看一下具體效果 你可以看到是這樣的轉場效果的 所以這個功能也是非常方便的 下一個AI功能叫AI去除雜音的功能 這比較適用於我們在拍攝影片的時候 如果我們場景裡面有些雜音被我們錄製進來了 我們就可以使用這樣的功能 去把這些雜音去去除掉 這裡面我可以選擇先錄製一段音頻 這裡面選擇開始錄製 接下來我想測試一下 Firmware AI去除雜音的功能 去看一下整體效果 這裡面我就錄製好這段音頻了 可以先來聽一下 接下來我想測試一下 Firmware AI去除雜音的功能 去看一下整體效果 你是能夠感受到我的音頻裡面 是會有帶一些背景音的 當我選擇這段音頻之後 你可以在右邊看到 有一個AI雜音增強的功能 我可以選擇打開 這時候我們再聽一下這整段音頻 接下來我想測試一下 Firmware AI去除雜音的功能 然後在右邊還可以選擇消除雜音聲 然後普通降噪 去除雜音響 消除雜音聲 消除雜音聲 都是可以選擇的 每個懸崖底下 你還可以具體調節它的屬性 下一個Firmware AI功能 叫AI去除人聲的功能 如果說你手音樂 它是有帶為人聲的 但是你想要去分離這個人聲 就可以使用這個功能 像我準備了一段音樂 來聽一下 它是有帶為人聲的 那麼我可以選擇這段音樂 然後右肌 這邊有一個AI人聲移除工具 像你可以看到 它就幫助我生成了三段音頻了 首先第一段是原本的音樂 是有帶有節奏的 還有帶有人聲的 然後第二段是只有人聲的 就沒有背景音樂 然後第三段音頻就是背景音樂 是沒有人聲的 所以這個功能真的非常好用 下一個AI功能叫AI縮圖設計 現在你可以在Firmware網裡面 直接把你的影片縮圖製作出來 比如說現在我製作完了影片 我可以選擇右上角導出 這邊會有一個縮圖選項 然後我可以選擇編輯 然後你可以選擇你影片裡面的一個畫面 或者是從本地裡面去導入一張縮圖 再進行編輯 比如說這邊我可以選擇我其中的一個畫面 我選擇了這段畫面 然後選擇編輯 這裡面它有不同的分類 比如說我這是Vlog影片 然後可以選擇不同的模板 比如說可以選這樣的模板 現在這模板上面的元素 就導入到我畫面上面了 然後這文字我是能夠去修改的 也是能夠去移動的 然後文字的屬性也是能夠去調節的 也可以調節文字的顏色 比如說可以調節成這樣的顏色 使用這樣的方法是能夠幫助你 去快速的製作出精美的影片縮圖的 你可以直接使用這裡面的模板 去幫助你做出影片的縮圖 Firmware這款節約軟體 是非常適合於新手去使用的 你可以通過影片下方鏈接 去開始免費的使用 並且搭配這些影片 會告訴你更多關於Firmware的使用技巧 如果你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幫助 喜歡這部影片 點贊 也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來接更多關於簡介的內容 追蹤我IG 能夠和人共同互動 那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掰掰